为什么很多的女人都喜欢坏坏的男人呢? 在爱情的舞台上似乎总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令女人不由自主的被那些坏坏的男人所牵引 无论是电影中的反派角色 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少年 总是能够勾起女人心底深处的欲望 那么为什么很多的女人都喜欢这种 看似不安分的男人呢? 第一点就是坏男人代表了一种刺激和冒险的生活方式 坏男人这个词常常让人们心生厌恶和警惕 然而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有一些女人对这一类男人是情有独钟的 为何会如此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坏男人代表了一种刺激和冒险的生活方式 第二点呢,就是坏男人给人一种挑战的感觉 她们往往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和自信 她们的不羁和放荡不仅仅吸引了女人的目光 同时呢,也能够勾起了她们内心深处的好奇心和欲望 女人们很喜欢被挑战,喜欢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和一个坏男人在一起,她们有机会的展开一次全新的冒险 尝试着活在规则之外,生活会更加的激动人心的一个边缘 第三点呢,就是坏男人代表了一种自由和无基数的生活态度了 她们不受传统观念和社会规则的束缚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欲望和梦想 这种态度激发了女人内心深处的渴望 让她们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和激情的火焰 与一个坏男人在一起,她们可以摆脱束缚,逃离平凡的生活,享受到自由的快感 第四点呢,就是坏男人表现出一种自信、独立和魅力的特质 这种自信的魅力吸引着很多的女人 坏男人往往有着无所畏计的精神 她们不受他人的眼光所束缚 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 这种自信一方面呢,源于她们内心的强大 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自己形象的一种积极认可 女人呢,常常被这种自信所吸引 因为她们希望呢,能与一个有信心坚定的伴侣在一起 让自己呢,感到安全和被保护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喜好 并避免将其推广为普遍的规律 女性呢,具有多种多样的品味和偏好 正如男性是一样的 同时呢,我们应该鼓励啊 和支持女性在感情和人际的关系中 做出明智的决定 追求真正的幸福和健康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